監視器畫面中 一輛連結車行駛在路中 突然往右邊打滑 整輛車直接翻倒 這輛重達幾公噸的大連結車 就這樣掃過路邊 直接撞上對向機車 因為撞擊力道太大 還把監視器撞得搖了起來 事故現場連結車 呈現90度反覆在路邊 車頭全毀 還斷成兩截 而倒在路邊的機車 車身完全扭曲變形 毀損非常嚴重 連結車和機車駕駛 但是也受了重傷 這剛才回到路 回到路可能是要動有沒有 全叫打起的 不是這隻兩隻 不是這隻而已 兩點多還前前那些紅的 把水營營有沒有 把都來挖 我的前前 事發地點附近 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車禍 五天內就發生了三起車禍 8月12號一輛大貨車 撞進附近民宅 讓民宅的鐵皮屋頂整個塌陷 8月16號凌晨2點多 一輛紅色連結車轉彎不慎 撞上路旁的標誌桿 整個標誌桿被撞倒歪成兩半 清晨6點 另一部連結車疑似天雨陸滑 撞上對向一輛機車 一名機車騎士在送醫後不幸死亡 跟七月四下有關係嗎 怕怕 大概有 再看一次大連結車 就這樣直接打滑 整輛車翻覆路邊 還將對向機車騎士給撞倒 造成一死一傷 記者賴詠誠 宋喬一 台東報導 賺 boys 賺ains 致 跟 Kä